車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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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啤梨拉街某一棟大廈 近一接連發生升降機事故 有團體就說收到住戶反映 這棟大廈將貼在升降機中的安全運行證明書 在2月尾過期但未有更新 亦都没办法在公务局的资料复查得到 团体就质疑保养公司可能没有跟足指引向公务局申报 于是随机抽查7个私人屋院的电梯 结果又是怎样? 有7份,只有一份查评 另外那份都是查询健康不存在 居民谓贴了一张公务局指引下面要求的证明书 大家很自然,包括我本人都觉得这些电梯已经安全 而且受到公务局的监管 不如就以某私人屋院的电梯为例子来看看 它的保养期是去到明年1月才到期 但是它的维修证明书的资料 公务局网页显示的结果是 而且这间维修公司的登记有效期是去到去年的12月31日 换句话来说,它是没有资格在今年批出保养证明书 但是为什么这张维修还可以将贴在升降机里面? 就这个问题,我们和公务局作出查询 他们的态度就当然是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